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有一段关于我们站的视频 在网络上广微流传 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也让群众对我们消防队伍 留下了负面的印象 这件事 我希望每个人 都进行深刻的反思 以后绝对不可以再出现 所以 我提议 在我们站内 建立一个补给站 大伙出任务回来的时候 如果肚子饿了 可以去吃吃东西 当然吃的东西呢 我也不限制 你吃些什么 面包 饼干呀 薯片 香肠呀 也可以煮点方便面 有条件的 你也可以搞搞烧鸡呀 牛排 我给你们准备一个冰箱 当然这件事情 也是我们指导员的意思 指导员非常关心 大家的身体健康 让我们谢谢指导员 谢谢杨志 谢谢杨志 大家自由讨论一下 谁有什么意见 刘逸 报告 你先说说你的看法 报告 站长的提议一针这鞋 指导员的想法 直击问题本质核心 感谢站长 感谢指导员 欣欣欣的站立美运队员 鼓掌 好 好 好 我们站长作队 指导员小的六队 让我们再次感谢指导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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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